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汉朝 十四岁以上的成年人要交人头税 钱不多 二十三文而已 然而这二十三文钱中有二十文属于皇家 三文才是国家的 有大成供于上奏汉原地 重负于明 明不堪重困 至于生子折杀 问题是 重税收入用于设计名声也倒罢了 有的皇帝把钱锁进小金库的时候 历史即随之改变 到了明朝 皇帝攒私房钱的功力可是了得呀 重征皇帝在李自成大军逼进京城的时候还在哭穷 大臣们上奏 若调吴三桂进京劝王 须军费白银一百万两 重征哭道 哼 那趟无钱 也已告庆啊 左都御使李邦华恨铁不成钢 皮质不存 毛将烟覆 重征既言金库没钱 自然号召群臣募捐 重征的岳父周葵带头捐了两千两白银 气得船只太监虚高痛斥道 老皇帝如此比例 即使广绪多产后来何意呀 没有后来 军费还未筹齐 李自成就打进了京城 重征皇帝一条白铃 吊死在梅山 辛苦保住的内部金库 也被砸开了大门 竟有白银三千余万 金一百五十万两 连老岳父周葵的府上 都搜出了七十万两白银 这正是保住了金库 送掉了江山 私房钱不是皇帝的专利 唐朝时有法令 父母在世时 若子孙攒私房钱或要求分家的 要除三人骨血 可见私房钱同样盛行于民间 这私房钱也不是男人的专利 据最新的女性私房钱调查数据报告显示 中国有46%的已婚女人设有小金库 若究其原因 那肯定是 男人靠得住 母猪会生树 在金钱面前 有人视之为粪土 有人视之为圣灵 夫妻同床一梦 父子视如仇敌 私房钱往往成为各种家庭战争的导火线 旧其印哪 乃是保了钱包 空了人性